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暑假的时候 台湾平地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上山 比较凉一点 对于长距离训练 比较有办法完整的去 跑完训练的菜单 以研究的角度是在 1600到1800的以上效果最好 然后希望是在2400以下 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可以让我们的血液 可以增加那个带氧量 一开始其实 台湾的选手 比较喜欢去中国 因为中国的物价甚至是非常便宜 然后语言也痛 可能常去中国去做一地训练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想要找台湾适合 这种高海拔训练的环境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阶段 2020年第一阶段 就现在离山做了大概 一个多月的训练 然后第二阶段 因为加者学长对阿里山 算以前训练过比较了解 所以第二阶段 我们就上了阿里山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就一直不断的在自媒体上面呈现 从2015年的多巴高原开始 然后甘肃啦 然后日本的物资风飞陀高原 那有些人看到就会有兴趣嘛 那有兴趣的人可能就会一起来 肯尼亚选手 肯尼亚选手 尼亚选手 都是在高原上做训练 所以他们也想要体验一下 什么是高原的训练的感觉 如果是有氧慢跑的日子 我们就会早上六点半出发 然后七点开始训练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里 也会觉得好像很晚 七点很晚 是因为这边七点的时候 只有十三度 好 早安 早 早安 早 現在有八九點五一個叫傷心肌肉的平坡 因為前面兩公里實在有點太陡 所以我們要去比較平坡的地方跑步 今天是我是慢跑十二公里 然後女正是慢跑十公里 九個月 和一六三公里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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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間歇的日子的話 高強度的日子我們會在上午訓練 因為這樣子比較有時間 讓身體有蘇醒的時間 禮拜二、禮拜五都是早上六點半起床 因為那天主要是早上練課表 強度的課表 那禮拜日就是四點起床 其實我覺得跑這種公路 好像比田徑場還要好跑一點 田徑場就一直繞圈圈然後轉彎 但是這就是一直陷阱 感覺一下就到了 感覺不一樣 心情比較放鬆 在田徑場太乏味 對 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 午餐牛肉麵加輕魚 還有雞腿排 我們尋找自己來的話 可能就要自己找住宿、飯店這些 或者是自己煮飯、飲食方面 要自己做一個調整 對 因為是我想煮的 其實我是強迫他們過來吃的 我想煮的 海拔2200的鴨血 然後這是海拔2200的高山豬血 買月跑步營養師 對 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常常去買牛肉 最後發現原來同樣的100克豬血的鐵值是最高的 後來發現在台灣的高地訓練其實花費比較高 應該說經費這件事情 要省有省錢的辦法 要有品質的 也有品質的辦法 但是基本上 一個月的遺地訓練來講的話 最少最少就是 沒有五萬應該是沒辦法 在阿里山其實有臨時的高地訓練 那時候是陳全壽主委 還有紀政還有陽春廣 他們上來勘察之後 在2006年到2010年 在香檸國小 因為先廢校了 所以香檸國小的教室就變成宿舍 一樓的教室就變成跆拳道道館 還有重量訓練室 二樓就變成宿舍 朱沐妍在08年得到北京奧運冠軍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在阿里山的香檸國小 有做過高地訓練基地有做過訓練 那在10年之後可能就停止了 所以在06年的亞運 08年的奧運 09年的高雄的試運會 10年的亞運 那其實在這高地訓練基地有很多項目都來使用過 然後其實效果也不錯 但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那現在又變成了所謂的香檸國中 對 那邊又變成學校 那在這種訓練基地缺乏的話 可能選手在費用上面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個時候其實高中就有 但是那時候大概就是一兩個禮拜左右 最多就一兩個禮拜 那長時間的話就是從2016年開始 就有比較長的時間都在高地訓練 那我覺得高地訓練 其實訓練起來就是會比較專心 比賽上耶 就是那成績訓練一段時間大概一到兩個月左右 然後那個成績其實效果是我覺得還算不錯 所以我在20162017那一段時間就是成績進步的是蠻快的這樣子 從跑步演發出來的這個更大範圍的社會性的回饋的想法 會讓我覺得是比較有向往的 所以可能別人看我來高地訓練 但是我看到伊索皮亞的選手 我會覺得我應該要做更多可以回饋到社會上面 或者是看到別人沒看見的需求 然後把它更放大 例如說台灣沒有高地訓練基地 但是所有的耐力型運動都需要剛好好的訓練 就像在東京奧運之前我在離山做訓練的時候 我就看到馮俊凱 那馮俊凱住的是民宿 結果我住的是飛燕堡 我住的比他還好 所以其實這個高地訓練環境就相當的需要 所有的耐力型運動都相當的需要 那在這個大家可能比較少了解地方 那是不是我可以透過自媒體或其他媒體去發聲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是我們台灣目前群手最需要的